好 大家好 我是設計師豪哥 那剛好這次太瘋天啊 自己在家無聊 然後就把那個從淘寶買來的東東版 就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把它固定上去 那你現在看到我後面我總共買了4塊洞洞板 它的規格是60x120公分 那一樣在我們節目的尾聲 我會把這個我購買的材料 所有的這一次DIY的這些費用 全部公布在我們的節目的後面 那你們可以看 可以到後面去參考一下 首先我的洞洞板 這個洞洞板是從淘寶買來的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淘寶的帳號 這次的做法 我採用的是沒有用任何的打牆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用這個 這個 我買水性白色的水性 因為我的牆體是白色的嘛 所以用水性白色的 那很多人會說牢不牢固呢 你自己看 現在我已經黏好了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這個SILICON啊 豪哥有拍影片 你就可以照我這樣的方式 去把它布膠布在它的背後 然後把它黏上去 那黏上去以後啊 基本上要等它乾燥一至兩天 我的建議是兩天後 你再把它 再把下面的固定板拆掉 那為什麼要固定板呢 因為我們在黏這個洞洞板的時候啊 如果你把滿膠布上去以後 你下面沒有先找一個東西給它支撐啊 它會慢慢的滑下來 那就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黏在你想要的高度 所以你可以從家裡 不管什麼 你要找什麼板子也好啊 拿什麼東西撐著它也好 然後第二個你的水平 如果家裡沒有水平儀的話呢 豪哥的建議就是拿尺我們去量 比如說 我在影片中有拍到 我要怎麼樣讓這整塊板子是水平的 我就量它從地板到上面來幾公分 這裡的設定 我是設定在58公分 所以這裡每一個點到地板 都要是58公分 這樣子你黏起來以後 看起來就是 看起來就是平整的 沒有歪斜的 那其實洞洞板這種東西 現在蠻多人在運用的 它最早期 我們在好幾年前做的話 是從那個加工廠 自己去用雷射磚孔 把那個所有的洞洞裁切出來 然後去做那一個 那個 這種固定的棒子 那現在淘寶很多很多 甚至連這種配件有沒有 這種配件 你看一拿就起來 這種配件都有固定的這個酸子 還有這種可以掛東西的酸子都有 所以我覺得 這種東西可以從淘寶自己DIY買回來 超飽 洞洞板 超飽泡回來的 看得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貼體的啦 不是實物的 看貼體的工藝 如果以這個家庭來講 才可以接受 只是它邊邊邊 邊邊邊的處理都那麼漂亮 但是這個包裝 基本上我還是 會給它蠻多分數的 因為 這邊都有做這個保護套 OK 那我今天的做法 沒有要用冰的 可能 我用黏的看看 因為其實 吸力康若你把它固滿再黏 如果你在加熱溶膠 它就是像我們在連那個 鏡子或玻璃一樣 就是如果 你直接貼在背上 其實比較固滿這個吸力康 跟熱溶膠非常好注意 但是呢 你的玻璃媽是要先補得好 忘了滿香 嘛 我的玻璃你是要 想寄給你 您用的 碗 你這邊也做得好嗎? 1 2 1 2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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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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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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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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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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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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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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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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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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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